近日媒报道,著名女演员树木悉林十六日去世,享年七十五岁,曾出演过小偷家族《通灵者》、大木家的《快乐旅行》、《青灰地狱》片,多次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女主角,小偷家族主演的奶奶,日本著名女演员树木悉林于十五日去世,享年七十五岁,日本著名女演员树木悉林。